投掌台股再創歷史新高 来到了20,994点 航运股跟老AI股都带头冲啦 不过明天又是台子期结算日 台股会继续涨啦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股票 长荣今天真的是我们一买就喷 已经创下两年多新高了 台积店也是创下收盘价新高 再来就是我们的该排股火影忍者了 今天是大涨超过6% 但投掌一个标题写说 明天台子期结算后 台股准备再涨2000点 真的假的 先告诉你 明天如果大涨 你反而不能开心 明天大涨你反而要开心 因为我说过一句名言了 不要因为结算了大涨而开心 不要因为结算大涨而难过 那我要告诉你台积电的一些秘密 今天鸿海哇 公布第一季的财报 哇才1.59元 鸿海的股价怎么看 因为我对鸿海的一些目标价看法 很多有意见 可是最新的看法怎么看呢 还有这些老AI股 我今天全线喷出了 为什么管达就比鸿海强很多 赚的钱不是差不多一样 为什么股价差这么多 这些老AI股秘密 还有航运股到底会何去而从 就由我这位经济日报有史以来 最高报酬188% 的我来告诉你 航运股还会涨吗 是不是这边涨了一大段 涨了50% 还可以再涨50% 还甚至可以涨到300% 这不是开玩笑的 所有的标股介绍 通通在今天荣耀花间 你一定要看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今天是5月14号台股上涨128点 收在20985点 美国本周将公布CPIPPI的通膨报告 美股指数涨跌互见 台股早盘随着逢高调节脉压出龙 一度翻黑 但随后走高再创历史新高 最高点来到20994点 航运股长荣阳明万海续工 另外AIPC也表现亮眼 华硕工上涨停板 创下26年新高 人保今天也是大涨超过半根停板 台肌店尾盘也急拉 手最高 后续盘事解析 我们交给经济日报 悬物冠军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 粉丝人数最多 洋奖座常常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郭泽隆投资长 投资长好 大家好 郭泽隆大家 好 哎呀 Bravo 他已经说华硬史新高了 是 好强哦 又比我再想更多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你看台湾股市硬是要穿新高 每个股市都还没穿新高 硬是要穿新高 哇 好强哦 可能要注意一下结算后 会不会见个转折 是变往下呢 还是往上呢 这个很重要哦 好不好 今天你穿的衣服 看起来蛮有气质的 很有气质吧 呼呼呼 而且这样就没气质了 这样没气质 这样变三八了好不好 太开心了 那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是的 我要先说一下 投资长您呢 是江湖人称的 航运赵子龙 我觉得是实至名归 长榮呢一买就喷 赛创两年多新高了 而且呢 当初悬股比赛哦 前五股人后无来者的 188%的绩效 就是靠重压航运股啦 太厉害了 还有呢我们的盖牌股 火影忍者今天也很长哦 大涨超过6% 台积电也是创下收盘价新高 但还是想问一下投资长 台股会继续涨吗 那还有哪些基优股可以买啊 其实台湾股市哦 对 还是有机会 有机会 还是有机会哦 是有机会继续涨 为什么 是有机会继续涨 可是怎么涨法嘛 是金金涨还是怎么样 首先我们当然 明天要看一下起货的一个多空单 可是你记得哦 明天如果拉高 你反而要怎么样 注意一下 会不会就这样休息了 很重要 会不会这样休息 记得我这件事好不好 那明天有重要事情 明天是MCI公布嘛 我先预告一下 可能是 那个 那个 齐鸿 陆选的机率蛮高的 不敢说百分之百 其实齐鸿 我们有找一些 部分的会员买 是跟你讲 是要跟你讲 不是普通会员没有买 因为它比较贵啊 先跟大家讲 那这个就是一个流程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结算日 明天的结算日 如果拉高 你反而要注意 回档 他就故意搁空 搁到一波到底 那我们来看一下齐鸿空单 今天用齐鸿空单 一口气减了4000多口 等于多单增加4000多口 嗯 那与其说多单增加4000多口 你有没有想过 我那时候说过 只要载机指数 怎么样 1010前 1010前 或者到10次时期 都会比平常多1到2万口空单 有 所以你看啊 如果把这1到2万口空单给去掉 对啊 未尝不是什么 是1万口多单 你听懂吗 哦 如果我把2万口空单给去掉 不是是1万口吗 是啊 1万口多单嘛 对不对 然后加2万口空单 因为载机指数实施 所以你懂吗 所以这边已经失真了 所以如果这一波 你一直看什么 看外资的期货 空单 你会不敢做多 嗯 你听懂吗 那你会用力做空 像姊姊就有做空 我期货算有做空 我有多跟空都有做 可这个空我不会用力空 你听懂吗 懂 我都常常跟大家讲 如果再创新高呢 那你该空翻多就要重要 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 不论你怎么样 你现在外资的期货空单 与其说没有参考系 不如说 它平常的水位就是-2万口 请你记起来 好 那-2万口的空单水位 那代表什么 实际上怎样 你现在怎么样 是1万口多单 你要这样想 才能知道真正的方向性 请你笔句RNG 因为台湾史上 除了2021年上一次载机指数 实施以外 没有至少这几年来 这几年来 没有这么久的空单 所以合理的验证告诉你 这个空单指数怎么样 大幅度增加是载机指数 知道吗 之前没有过啊 只有我告诉你这些 真的只有我好不好 这我一直跟大家讲 那我们先来看直播人数 咪一下 最近其实00940 因为除了载机 只是我们要看00940 看有没有涨上去 因为这都是赏务指标 00940 今天涨的比00919多了 代表他们现在有分代延标了 他涨1.04%看到 有 然后00919 加油 099我在赔钱 0.6 今天点0.68% 还有一段距离你知道吗 还有一段距离 这只要买比较高 来来去台湾金血 买在这边 来 画面给我来看一下 我的损益 美债 现在赚多少 428万 明天CPI公布后 来明天CPI公布后 来来 順便跟你讲明天的行情 好 明天CPI公布后 欸CPI来来 推背图 推背图嘛给你嘛 来 8点半公布 所以整整明天大概 就会在理论上 如果有重要事情的话 就会在89点的时候 就会发文章 就8点半以后 就会发文章了 我绝对是全台湾 最认真的分析师 我也是全台湾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刚才讲的 188%的绩效的男人 没错 我不去施压不去马后跑 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 再过10年 我也不会认为有人 怎么样 怎么样 超越 超越我 因为学股比赛很难啊 很难啊 真的很难 而且那时候我是靠谁 航运股 是 我现在看 就是也蛮多人 现在都会重压航运股 可是那时候 我会发现航运股 是从20块到200块的 只有我 只有我 只有我这样重压 赚了188% 你帮我练一下好不好 这只得我没错吧 没错 有人说只得越看越年轻 真的 这是十几年前的我 好不好 可能比较总一点有差 帅多 你说现在说之前 现在很帅 谢谢你 可能解析度问题 看出来是我 好 好 华尔街大亨 郭哲荣目前是摩尔投股投资长 曾多次参加本报台股擂台赛 其中 2021年第二季单季重压航运股 全季报酬率超过188% 创下本报擂台赛历史新高 嗚呼 他也成立了LINE AT的粉丝团 粉丝人数超过10万人 居全台第一 他也是全台第一个 成立Telegram的证券分析师 目前人数接近6万人 现在是超过 推荣没有超过 推荣衰退了 因为人变少了 而且那时候 韩音谷的时候 直播人数动辄5000多 然后节目动辄点阅率20-30万 所以推荣人数变少 LINE人数变多了 是 那是使用习惯的问题 是 我是讲实在话 所以这报纸不能骗人 对不对 所以182% 这是从前五股人后来者 好不好 像推荣 最多人来推荣到7-8万 因为行情消长 跌了4000点 跌了6000点 最后人数变少 最少从8万人 最后变4万多人 现在变5万多人 好 扯远的 反正分析师要干久很难 你知道吗 尤其像我们这种 爆名牌这种的 拼生死的分析师 我有时候羡慕 讲技术派的分析师 反正就胡扯就好 散上去就翻多 点下去就做空 反正永远都不会错 问题是实际操作 这样做 赔死了你知道吗 会有盲点 因为被巴来巴去 巴拉巴拉巴 I'm loving 我不是说全部的技术分析牌 而是纯技术分析牌 这会有问题 如果操作这么简单 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好不好 技术分析牌也有不错的 不错的使用 像比如说我们 福利社江阳老师 就怎么样 MACD MACD的战法 那就不错了好不好 所以你也可以订阅我们频道 也可以订阅股市福利社 我昨天有为了大家秀身材 不知道大家对我胸肌有满意 有 很多人留言 很多人留言 做身材不错你可以看一下 看哲哲的肌肉多大 你就知道 想要秀身材看昨天的节目 好不好 就知道这个年纪的 这样肌肉可以 好不好 有肌肉有肌肉 很可怜 我有跟你讲那个吗 我怎么减肥 你知道吗 我有一次啊 就是说 我减肥很辛苦 我有一次 五天都只吃一餐 好不容易 感觉瘦了一公斤 不知道是脱水的关系 怎么样 然后到第六天 我疯狂吃了五餐 只是大概平常的一吨半而已 大概1.5倍 结果你知道体重怎么样 增加吗 反而增加 就是胖了1.5 就是减一公斤 然后胖1.5 我的细胞 我的细胞 就特别 特别怎么样 有求生抑制 你知道吗 他吸收很快 很可怜 你知道吗 我的细胞吸收很好 就是我的求生抑罐非常强的细胞 真的 底下应该有很多人留言 就是这种真的是 胖子是这种基因 你知道吗 我很可怜 好处就是我容易长肌肉 像我的肌肉量 其实我也重训我差不多是两个礼拜才重训一试而已 以前是一个礼拜 不过现在累了两个礼拜 你吓到了是不是 对啊 可是很必格 你觉得我有时间 不 直接修出来 你觉得 好啦够啦 你觉得我有时间陪重训吧 我很累耶 我剪头髮两三个礼拜叫解一试 其实假日都要 还有假日要开胃 要念你们 昨天有人就说 我念coco了 我也不喜欢念coco啊 是不是 没有啦 我只是要求完美而已啦 是 好不好 来 我念它是代表coco要救 我不念它 我懒得念的话 我就不救了 我就自己 自己节目上 自己表演喔 好不好 所以你们要珍惜有coco日子 开玩笑的啦 开玩笑啦 你会紧张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来喔 这个散物 我们来看一下散物的多况指标 最准的是什么 看者的什么 点月率 点月率 今天外资买超200多亿 笑欸 今天为什么买了 今天有什么利多吗 我问一下昨天美国 美国昨天也没什么涨不是吗 对啊 是啊 昨天美国也没什么涨啊 所以这个行情喔 我问你件事啊 外资是不是求老师买盘 是 所以 所以你要去买这些东西 诶 请 是啊 来来 请我助理 等一下 看一下国际股市 等一下喔 看台亚股 台亚股 台亚股 没错吧 嗯 没错 可是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当然也有台湾股市 像之前前一阵子 也有日本股市一直串新高 可是我觉得毕竟还走不远啊 好不好 美股那非半串新高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所以现在散户做空很正常 可是这个空 你 创新高就创新高 你得要尊重它 如果真的站稳2万1了 空在还是得要翻多 因为奇卧是这样子 奇卧是没有认爸妈的 没有认爸妈 他都认多跟空而已 你懂吗 对就对错就错 可是奇卧你不得不翻多 这跟大家讲 可是股票 我会借你拉回的过程中再买会比较 是不同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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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我再讲一次 这样你们听不懂 奇卧的一个方向性 跟大盘方向性 我相信你们肯定很多人听不懂 没关系哲子再讲 来我画个图给你们看 画个图好 你们就知道 所以周期很重要 很多人说哲哲 我股票到底要单充 还是要波段 还是怎么样 你这边上都适合波段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周期不同 但有些人喜欢单充 那你就单充 只是你会发现 你毕业的很快 那股票跟奇卧的周期又不太一样 我教他一堂课 你们看 假设走势这样走 这样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马上教他 走势这样走 下去 上来 上去 对不对 对 就股票而已怎么样 这边是买点 这边买 这边买 我这边也买 对不对 懂 因为迟早会上去 我这一段 所以这边买这边买其实 很难抓到 你不要想太多 那很多散户收不了 是这边买 然后抵下去就不然开始骂哲哲了 然后出掉了 就股市这个走法而言 对 这边买跟这边买是 都是对的 对 没有绝对的 这边买当然是给他100分 可是很难 你们都每次想要100分 不可能 每次想要100分不可能 好那其我呢 其我这边要空 这一段我一定要赚 懂吗 懂 就是为什么我是看多大盘 可是我有时候会做空 然后空 多 那可是空不好呢 有时候就直接嘎上去了 可是你就是算 如果你是预期战的 空多都要赚 这样懂事 这是起舞的周期 可是股票呢 这边就不是空了 这边就多了 你懂吗 所以周期不同 有时候决定不同 学起来没 学到了 那大盘 所以大盘现在穿新高 可是大盘穿新高 他不能独自穿新高 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你本身就有部位的情况之下 就不要追了 只有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周期不同不一样 好 期末你反而要去追了 因为期末是这样子 突破前高 本来就得翻多 你听懂吗 本来就得翻多 只是突破前高是 突破多久的前高 你听不懂 这个我再慢慢跟大家讲 好不好 就正式突破前高 我现在觉得还不算正式 你听懂吗 因为感觉是吐一下 当然这是每个人的定义不同 好了那除了这以外 我们慢慢跟大家讲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请助理来传给我 我之前那个福利社那个比重 就是说管达跟那个鸿海的差别 因为上次我说鸿海 200元可能是卖点 很多人生气 很生气 很生气喔 可是鸿海的本益笔 的确比人薄管达低 所以鸿海的确有200元 你要想看172到200元很多 很多人生气 他们都断三取五的话 只要不重听 我看你几年了 讲得好像很沉重一样 可是看我几年了 你真的有找到比我 还有良心的分析师吗 那你就跟别人吧 我也没有办法 人在座天在康 我只是我有看法 我看法会对 不一定对 我只是觉得鸿海200元的时候 你可以换更好的股票 我至少不是叫你先来看 所以鸿海啊 是不是 第二个 第二什么 为什么 那为什么你很多人说 就本益笔来讲的话 管达288块 很贵了 鸿海便宜多了 你懂不懂 可是你要了解的意思 管达AI占比多少 20-30%以上 很高 鸿海差不多才10% 因为鸿海营收的架构太多了 鸿海的营收太大了 你听懂那些差别吗 听懂吗 懂 如果今天鸿海是成立一家公司 AI的 光专门做AI是不系 百分之百做AI的 我告诉你那个本益笔 可以30倍40倍 不要 你懂我的逻辑吧 可是就鸿海的营收太庞大 动辄五六千亿一个月 它的营收占比AI 10%也很多 500亿啊 可是问题是它就是营收多 实际上营收多 所以占比 因为你买公司是买成家公司 它AI占比就差不多10% 这样就很多了 你懂不懂 未来这样差不多10%就很多 可是管达可以到20-30%以上 所以就是为什么管达本益比较高 听懂吗 这差别 所以你会看到 管达现在比较容易创新高 有没有看到 有 几年前你自己看AI在这涨的过程中怎么样 之前怎么样 还不到100元 66元有没有看到 66元 66元有没有 有没有 赞同没 要比GNG 所以还是AI股 所以这些AI股很多 AI股怎么样 在拉了 有没有 那时候六九块有没有 六九块七十块也不到 有没有 那以前红海要100元 那为什么现在 一个涨了四倍 一个才刚开始涨红海 差别在这边 占比 你们希望写起来好不好 好 我是 就是 心情是很 沉重的跟大家讲 因为有些人都误会我 可是没有关系 我觉得 误会我 只要你愿意看我节目 你只要是中性的批评我 没关系 好不好 好不好 只有信中的可以批评我 信郭也不行 没有啦 可能冷笑话 冷笑话 中性的批评我都没关系 好不好 只是我跟妳讲 单分音是难单 平安心 来 那今天我们在看另外的南股票 天宇昨天大跌 今天大产怎么看 我觉得在洗盘 那这种天宇的股票 新股票 280再突破 再追也不迟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现在还是跳到老AI去 跳一跳去 我突然看到这股股票 冷宝 这有在拉的过程中 为什么 所以现在老AI有在喷 喷喷喷喷 记得我在讲 讲的是 理论上不论是管达伟 创冷宝 这些做AI伺服器的 什么时候营收出来 五六月份 大概六月份的时候 要爆发式的 好六月份的时候什么时候要买 五月差不多 我那时候就讲的 上半年跟你讲的 这是SMCI SMCI告诉我们的秘密 管达也说下半年才有 所以差不多时间 记起来 什么时候营收出现了 大概五六月份之后了 所以现在要买 你到时候看到营收出来 股票窄一堆 嬉笑 然后说 我用基本面买股票 为什么我用基本面买股票 这么少钱 因为你基本面落后人家很多 那你就只能吃泡面 记得吗 记得吗 基本面落很多 就只能吃泡面 记得有落解 对啊 我讲话 我刚刚看这个东西 来 来 我们来看这个东西 看什么 看今天直播人数 我说过 等行情怎么样 直播人数五千人 五千人的时候要小心 好不好 那时候要吃豆腐 满汉豆腐 就会臭豆腐 五千多人就惨了 好不好 音乐达EPS0.3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接下来五六月营收 AI占比的 AI伺服器这一块 营收可不可以出来 人出来决定生死 好不好 OK 2021年的航海玩者 这样大家都知道 没错 其实报认同的 188% 这很像一件事 那时候你不能单压一档股票 要压五到十档 如果十档股票我都暂停板 是几% 18 十档股票都暂停板 18你自己算 好不好 自己算 很简单 假设我是 一千万的资金 每一档股票是不是 一百万 一百万暂停了多少 十万 我十档股票暂停板 怎么样 也才一百万而已 一百万 不多 一百万除一千万呢 10% 没有错吧 所以我十档股票都暂停板 才算10%而已 你当然懂一百八十多%吗 很难啊 一千万是变成两千八百八十万 是多赚一千八百八十八万 一百万是多赚 一百万是多赚多少 一百八十八万 一百万是变成两百八十八万 好不好 这跟大家 这次要出来多久 诶 这是会员权益 好不好 这会员权益 好不好 好 会员权益 大单 九元两产门 不只GB200 一产人是GB200这一块 其他都是一样的好不好 今天2200 台湾股市就是 没有可以创新高 产物就是这样子 平常新教 还不能能太多 所以我跟你讲 会赚钱的都是那种 知道吗 都不是那种 2500到5000的那一块中间 都是就是始终的 你懂不懂 懂 什么意思 就是那始终的就是 不论行情好坏 都会看我节目的人 才能真的赚到钱 为什么 如果你每次都是第5000人 看的那个人 都是那个5000人 就是行情热在看 你每次要最高点看我 因为只要 行情热5000人 不好意思最高点 那个时候 我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灵 嗯 不会准啊 那不是我问题啊 你听得懂吗 那是赏户的多寡问题 那我们来先跟大家讲 今天 最新的欧洲运价指数 今天欧现运价 今天有新闻出来 我稍微念一下 他就是说其实 A股啊 对不对 航运股也算波段新高 嗯 你听懂吗 航运股也算波段新高 今天外资买的他216 219 没有用啊 投信买43亿啊 投信买43亿很正常啊 因为每一天都有 每天喔 官室定是定喔 每个月喔 就120亿 124亿嘛 那124亿出于 20天多少 6亿 就投信怎么样 都应该买6亿啊 那行情大跌呢 就会买多一点 嗯 听懂吗 是你要记得一件事 我再给你一个逻辑喔 不论行情好坏 官定是定额 我今天没有要申购 没有怎么样喔 可是很多人会一笔申购喔 就是 投信的扣打 一天就是要买6亿了 这还正常 嗯 懂不懂 所以投信一直买 我还给我怎么跌 你看这些外资真的很逊 求劳士买盘 我错了 我错了 你看那些外资卖多少 大摩每次看空 看什么空空 都没有意思 那大摩搞得比以前 像10年前的分析师一样 是本土分析师啊 他们瞧不起的本土分析师 10年前啊 像没有啊 像这摩耳分析师 年薪千万算很正常 年薪没有千万就不正常 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们就是业界最敢给薪水的公司啦 好不好 我跟大家讲啦 这个我们 这个都可以去比较 去看我们财报就知道 那去年财报 去年财报 虽然是第一名 可是很多怎么样 是11 12月的时候上高峰 那今年12月营收好 今年营收一定更好 比去年再好很多 我们去我们今年已经 我看一下 已经快到去年营收了 这几个月 很夸张 应该可能半年的时候 突破去年营收 有可能 有可能 大概6月底7月的时候 就已经突破去年营收了 很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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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比一下 其他同学 最近行情那么难做 没有怎么夸张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没休息 没休息 这时候也没在休息 不好意思 很可怜 要不是我热爱工作 你知道吗 6日都这样 要不要健身 要不要跑步 跑步是一定会跑的 要不要健身也会花时间 剪头发 怎么样 开会福利社 所以我们才能选出很多的标果 我们明天CPI 记得要加我的那个 加我怎么样 加我的LINE 为什么要加我LINE 因为明天如果8点半 急杀其他 尤其是期货的 明天加我LINE 对 那每一次公布CPI 已经快两年的时间 两年前就是我在讲的 怎么样 CPI最重要 对 到现在 去年开始有人认同我 到现在还是有一群人 觉得CPI不重要 去年 有些人先讲CPI重要 后来又一群人讲CPI不重要 讲CPI重要 啪啪啪 后来都不敢讲了 因为很多人就问他一件事 那为什么公布CPI 每次都可以奇货 有奇拉奇杀 谁说不重要 是不是 那些去年前讲CPI不重要 后来都不敢讲了 会被人家叮啊 所以这个我是CPI十足 我是很多数据十足 我是很多数据 告诉你 包含这个 我刚才讲的载机指数一样 好不好 很多人不知道载机指数 发生什么事 很简单 空单动作两万口 那你看啊 现在本来是如果是空单两万口 我现在变一万口空单 代表有意思 代表实际上你是有一万口多单 一万口多单 减掉两万口空单 它会比平常多两万口 但懂不懂的意思 所以以后知道 空单口数如果变零了 那我告诉你不得了 是多单很多的意思 记起来我这些逻辑好不好 是多单很多的意思 好不好 今天欧线运价跌4% 可是我们昨天有讲过了 像欧线运价或者是SCFI的运价 我现在再回馈再怎么样 回档吗 再降个 比如说2603 2615 万海 就算像万海是 然后是说0.2 0.26是不是 我记得他0.26念24 不是2.4 2.6 来 2.5多 反正 这我要告诉你 不是 它是一个月的EPS 我现在看一个月的EPS 0.84 我记得那时候是10 10除以12是 0.8 好像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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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算12 不好意思 遮验算 没错没错 那是0.84 用数学推导记忆 所以4月EPS就0.84 不好意思 10月EPS 我不喜欢死倍 4月EPS就0.84 那是现在 运价还没有上去 5月运价上去了 用4月这么低的运价 就可以一年赚10块钱 你告诉我会死到哪边去 不会 蛇蛇以前本益比的到三倍 你要考虚实一件事情 如果它可以一年赚10块钱 那现在万海长龙阳明 已经是少数台湾股 是找不到本益比这么低了 蛇蛇那个剪气循环股 本益比一比 要低一点 没有啊 这是刚开始而已 嗯 这刚开始而已 为什么 你看以前多少 350啊 蛇蛇 那长龙已经很高 长龙200多块 你比较拜托这些剪汁 你是没在算 看要还原 这个没有还原 好逊哦 这永峰的软体 你们看 有没有主管去跟他们讲 好逊哦 还原 还原要还原那个 他这个还原不起 他没有还原剪汁 他这个还原除泉洗 嗯 很逊哦 嗯 你听懂为什么 懂 常常就不还还原了 反正你看长龙 阳明万海就最准了 好不好 看阳明 有没有看到 现在71块 以前多少 200元 3倍耶 现在没有长很多 现在没有长很多 谁叫你礼拜五的时候 没有参加我们会员呢 你礼拜也不敢买了 现在就 现在只会长很多 一点都不多 哲哲是谁 航运什么 赵子龙 这张照片是三年前的照片 那时候20块 哲哲要故意做一张照片 那时候很红哦 很红啊 PDT每天讨厌韩运赵子龙 人家说跟着哲哲 然后我这样说要讲 韩运over 然后韩运没有over 韩运is not over 所以现在很多名言讲韩运over 台股得了不会跌的病 这都是哲哲的哏 你知道吗 我很讨厌 去学人家哏 所以我都制造哏 这个话就很有名了 比如你知道我还有钱 这也是哲哲发明的 像连LINE帖图都用我的 对 你记得我有LINE帖图哦 有 如果你喜欢哲哲的话 请我自己传那个LINE帖图给我看 影片囊 你们想要我LINE帖图 你们自己去LINE 去搜寻一下 好不好下载一下 没几十块而已啦 好不好 你可以贴在群图里面很开心啊 好不好 来 时进时出造子龙 怎么还是前一个啊 好吧 我看一下 没有办法 他们今天给我救的 你要怪就怪谁 怪四爻 怪晶晶 那我不管了就用救的 哈哈哈哈 这一段就我搞错了 可是我觉得我搞错的距离比较低 因为是他们给我的 你看 他们就是不要你要憋的 没关系 这是之前的主持人 所以你们看之前就知道 这个是很早之前的 怎么样 赵子龙的图片了 赵子龙的身材就好 所以为了你们健身 好不好 可是健身也不重要 没有赚到钱健身要干嘛 好 好 好 来 你看 怎么样 2609 雅敏 所以航运股一定要问泽泽 现在连A股都涨上去了 那今天欧线运价跌4%又怎么样 那欧线运价跌跟 跟 跟 跟万海没什么关系 我只问一件事 如果一年可以赚10块钱 68块也很贵吗 好啦 你说本益比6倍你觉得贵啦 有时候他们本益比那时候只剩3倍而已 嗯 你听懂吗 可是那时候本益比3倍是预期 接下来运家要下滑了 下来有预期运家要下滑吗 没有 没有 而且肝长而已 你听懂吗 肝长而已 所以 一切借责 一切借责 可是我跟你讲 运家长太多也不好 为什么 那我的美债就怎么样 要怎么样 就要赔钱了 都赔了 所以我跟你讲CPI推背图 来来 所以明天8点半很重要 来CPI推背图最亮给你 明天只要市场预期3.4 可克里夫人预期怎么样 3.5 那上个月3.5 我不管只要3.4 我就认为就会站稳1了 好不好 我是标准很低 嗯 你听懂吗 所以我不太一样 不是每次我市场预期什么 正负0.1 不是喔 这次只要符合市场预期 就可以了 就会站稳了 记得我逻辑 我跟人家不太一样 这是我推背图 我推背图 我们跟福利社一起想推背图 3.5到3.6 要区间整理 因为还是很逊啊 还是一直散扬啊 你懂吗 散扬 散扬CPI3.5 现在3.5没增长啊 所以这是区间震荡 好不好 3.7以上呢 不好意思 惨了 通膨在期 我会紧张 怕怕 那就要回撤2022这条警戒 哪里 这条警戒来 反正点位自己记得就好 刚才图自己来再看一次 截图自己截图 好 手机截图 好不好 手机截图 截图 截图 来2022在哪边 那边看这 加 这条向前 这边 大概这边 好不好 2022这边低点 嗯 有 有 这块低点 这一块区间 大概从差不多4月底以来的一个最低点 要回撤这边 OK吗 然后这边 不能算一个 免钱算一个缺口 好不好 回撤这个缺口 OK吗 第二个 哲哲有吃有喝 那你可以赚到标股 也让你卖到 昨天卖到有很多领导 所以哲哲没有做假 这怎么做假 这小钱而已 对啊 所以台湾50少赚2000万都不在乎了 1000万赚了以前 他会捐出去了 我到现在还不敢 看我到底要假多少岁 你知道吗 哲哲去年你觉得200万 应该结了不少岁 我假的税 很多欸 你们会吓到 又不是捐多少抵多少 对不对 对不是捐多少 不是捐400万抵400万的税 是捐 假设捐200万是抵差不多 因为哲哲就40%啦 这不用怀疑啦 好 结80万的税 哇哲哲你结80万的税 没有 那个还好 我还是要缴很多税 你麦当安的步骤 好啦不给你扯远的 所以哲哲没有在乎这些钱啦 好不好 你们开心就好 找到你做奖帐号 截图证明你是账号持有人 私讯过程 我中奖的 好不好 好 这个到明天为止 我领个麦当安的 我花一个礼拜 我没有那个时间 对 我们是 我们是 接 讯息给我们 那些人是研究助理 知道吗 是特助门 懂不懂 不是麦当安的同仁们 没有时间 到时候LINE传给你啦 好记得LINE传给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加入我们助理的LINE 为什么 因为 你用我的LINE H 对不对 LINE H不能送麦当劳礼券 只有私人的LINE才能送麦当劳礼券 这样懂不懂 LINE H不等于LINE 他们是共用 他们可以对话 可是有些功能不一样 听懂吗 LINE H有些 就是有些做生意的 或怎么样 或商店的 就是这样子 分析师都用LINE H啦 哲哲也是第一批做LINE H的分析师 好不好 所以哲哲LINE H也是很像 你看这个也是一样 来 有没有看到 贴图 贴图有没有看到 这图很可爱 真的很可爱 我说你还有钱 又你买我不会害你 有没有看到 哇 闭着眼睛买就好了 有没有看到 然后这个股市无脑多 这LINE也不错吧 有人相信你吗 老酸民 记得 那LINE也没关系 我不是做 那没多少钱 不知道赚这个钱 好不好 贴图也有送 你看我支持的很好 贴图也好像也送了十几万 好不好 这则有中奖 我们都讲实在话 这不能造假啦 我相信还会穿新高 因为会不会穿新高 我不知道 不过就目前的位置而言 他还能怎么样 他还会攒 那我不知道你穿新高 是不是历史新高200多块 这我不知道 如果他是200多块 然后不好意思 长龙应该到时候有机会600块 先跟你讲 600块也不会很难啦 你长龙今天有机会 赚670耶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如果这个 哪里可以采取 闷到的串奖名单 昨天有说啦 是什么 就是那个啊 字幕版 昨天字幕版影片 放后面是 放最后面是 放最后面 最后面 就是影片的最后几分钟 最后几分钟 你自己看 然后还有今天的字幕版 好不好 都同一批啦 看昨天就可以了好不好 好 泽泽可以跟你健身吗 葵妮是男生女生 应该是女生嘛 是不是 是 害羞 泽泽可以跟你健身吗 加妈妈吃下赚很多钱 我知道你有很多意 加妈妈是什么 你是 我会吓到 我妈妈就是姓姜啊 我很怕 我妈每天随随念我 就是她 那我不敢公开告诉你 我到底每在私底下还买多少 嗯 有信件 有信件拉回了 对 字幕版结尾都有啦 对 昨天字幕版跟今天字幕版 都有啦 玩者天下要续城玩 当然要续城玩啦 当然要续城玩啦 好不好 有机会好不好 诚则不只是郭子龙 还是长山赵子龙 还是 也是时进时出的航运时出 是喔 你看大家都知道了喔 要找我喔 你找别人 不敢追航运的人 怕资源第二 你不能这样想啊 资源第二 那资源第二之前100块 早上400块 是不是 看你怎么想的啊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一定是四瑶的问题 不是津津 不知道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什么问题 我刚才问什么问题的 那个照片啊 照片啊 好好好 对对照片 这有没有办跑步也很见面会 我好累喔 这个耗生性很强 被追着跑啦 我有时候跑个五分数 六分数 就会有点累了 你要逼我跑四分数三分数吗 因为你知道我爱面子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什么叫四分数五分数 你不知道 一公里可能要跑五分钟这样子 你懂不懂 一公里跑五分钟 一般来讲就是三公里跑十五分钟 体测是差不多这样子 就是军人的话年轻几岁 可是泽泽也年纪不小 我要为了你们跑个四分数 三分数 好辛苦啊 很远的很远 所以你看泽泽 身为一个分析是要什么都懂啊 什么都运动啊 重点是我这些的运动 我这些的心灵的洗滴 都为了要选出标股 因为我认为一个分析师 就是要从内在的坚强才能选出标股 所以我们内在坚强后 就有标股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藏龙昨天的简讯 来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 昨天的简讯 5月13号礼拜一 恭喜2603藏龙 上周五一进场就喷出 今天股价又大涨超过8% 创下两年多新高 手上持股获利续报 有没有漂亮 漂亮啊 昨天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今天的 来 5月14号礼拜二 今天的简讯 恭喜2603藏龙股价 已经连喷三天了 今天再大涨快要6% 手上持股获利续报 是漂亮 漂亮 他是高质率股票 我之前跟你讲低质率 是建立在今年的 是建立在原本的EPS的前提 现在EPS不一样了 像EPS不一样了 如果要赚个六七十块 我说不多 我发个五十块不得了 两百块发个五十块 哇天哪25%殖利率 哇好高的殖利率 好不好 2603藏龙股价已经连喷三天了 是的 现在快涨6% 那我是觉得怪怪的 因为我看藏龙投信是 是什么 是买超 是不是 可是就90年的选股观点 应该要剔除藏龙 因为他说毛利率要持续的提升 我不知道90年的规则 我不知道到底施益规则怎么样 可是他公开说明书上面 写上写的 你懂我就怪怪的 可是我也不想去探讨90年 因为感觉人家想低调就低调吧 好 你听得懂吗 而且说实在话 我觉得现在商务也不关心这个话题 是 你们很现实 既然看人家没有回到面额十块钱以上 就不关心了 股市不是这样做的 你懂不懂 不扯远的 可是你们不关心 那我也没想好讲的好不好 商务 像看起来很奇怪 那请买进叉叉 再挂在叉叉圆 今天我直接跟你讲我买永信件 为什么 几元 我是挂着 是挂低还是高 有没有买到 我不管你 反正永信件是 我那时候怎么赚 我那时候就是赚20%走 为什么 直率5% 就是不会有问题 懂吗 现在拉下去 拉下去 你该买就买 赢建国不行了 不一定 这也不算一波到底 还有第二波 重点是他直率比较高 为什么直率比较高 我问你啊三副 如果没记错 三副 那个思想帮我做一下 1PS多少 等一下 三副 那么今天要拉到快暂停了 是不是 你的本益比 你今年本益比赛不到10倍 会贵吗 那本益比不到10倍 如果 都是拿去发鼓励的话 嗯 听不懂 听不懂 你把本益比相反就是鼓励了 本益比相反就是鼓励了 本益比相反就鼓励记起来 好 如果全部都发的话 好 简单来算 本益比如果是10倍的话 嗯 那就是直率率就是10 10 10出1变成10分之1 相反 上下颠倒 变成10分之1 你这样懂吗 好 我给你速算法 我都用速算法 有没有 本益比是10嘛 对不对 颠倒嘛 变成10分之1 所以直率率最高可以来到10 这最高 记得最高 最高 通常要打个差不多 50%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公司赚的钱 大概都只有一半会发鼓励 听懂吗 所以我帮你速算直率率 这东西 可是这个是太速算的 那个不健康的算法 你就是以公司发多少鼓励为主 好不好 所以你看喔 本益比10倍的话 你有机会是来到直率率10% 10% 算很高 人家再乘以50% 就是直率率有可能来到5% 这样好不好 不管是以他的鼓励政策来算 这个以鼓励政策为主 我只叫你速算法 好不好 都叫你很多东西了 慢来慢来慢来 好 还有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很开心 有些股票慢慢拉起来了 对 那最开心是什么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有新鲜色有买喔 活影仍者 咻咻咻 咻咻咻 这时候有盖牌 这时候有盖牌的股票 我其实都记得 那这时候有时候没讲 有时候更没动 有什么要讲的 如果我涨个0.1 跌个0.5 你们就要讲 我们讲不完没意思 是不是 是啊 股票不是这样做的 台积电来电报 念一下 好 我前阵子我真的被会员骂 你们记得我记得 我每天都讲这个气死 气死了 我不会气 因为我说老师我最近计较还好 我是很这样子 只要你是会员 你良心的批评我 我都可以接受 是不是 因为你们怎么样都比 画面个人 怎样都比不参加会员的人好 那也不代表不参加会员的人 就是这样 就很恶劣 我不会 只要你们不要乱批评我 我都爱你们 好不好 你就每天看我节目 我相信看久了 你知道哲哲对你是比较好的 你知道哲哲是绝对最认真 你知道哲哲就像我讲的 我一定要工作最后一天 我会绝对是比谁最努力 比谁更努力 要比努力 不会有人比我努力的 因为我工作已经不是为了钱了 我跟你讲一件事好不好 为了钱 我才不要这么累 这绝对是兴趣称 继续支持你 你听懂吗 像你打电动一样 你可能有小孩打电动可以打十几个小时 你只要工作 只要读书三个小时他受不了吗 受不了 可是如果要把读书像打电动一样呢 那就会很开心了 我现在就是把研究股票 然后服务各位 选出标股 把我当作是一个打游戏的一个 怎么样 的一个题材 打游戏的一件事情 哇我选到标股了 哇不错了 就好像我破这一关了 再迈向下一关了 就这样子而已 Level1 然后升到Level2了 从我独自升级 变成大家一起升级 大概这样的感觉 好不好 好 那就不要拉低赛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冬二简讯 好的 5月14号礼拜二今天简讯 恭喜2330台积电 股价尾盘吉拉收最高 收盘价再创历史新高 受伤持股获利续胞 你看我不是每天要念他 股价尾盘吉拉 你叫拉尾盘收最高 他连念个警讯都会错 我太兴奋了 你这一招我用一次没关系 你每天都有错 你没办法 所以我不是要念Coco 真的没办法 没有在念我 不是我是在念你 我不得不想 我跟你说我不得不 可是我也想跟Coco Coco你在电视上 我花时间骂你 是有损我的形象 所以我觉得我太机车了 你知道吗 虽然泽泽本来就很机车 可是不应该因为这种事是机车 你要培养你的专业 好不好 加油 加油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常常跟他们讲 我常常跟他讲 我常常跟他讲 我常常醒来第一件事 我说你不要被 当一个可以容易被什么 被取代 的人喔 你看我临时考他喔 我常常跟自己讲 我自己都跟他讲 我都跟所有同仁讲 我也跟电视机前面观众讲就可以 你在工作上也是一样 你在人生上也是一样 你是容易被取代的人 有你跟没你是一样的时候 那你在公司的价值就没有 我常常跟他们讲 是啊 可是我跟他们讲 我常常讲 我这个讲大概有没有一百遍啊 有 可是你不要觉得我很机车喔 我说过讲 我讲最多一遍给谁听 N点 除了N点以外啦 自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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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己 是自己 我每天醒来就跟他讲说 郭子隆 谁都可以取代你 我就是这么变态虐待自己 谁都可以取代你 所以你得要努力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我一定要选出最标比较固 所以台积电370的时候 我也是 就是觉得我难道错了吗 我命是对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批评我 你知道吗 所以老公老婆 因为台积电要离婚了 然后是我的错一样 过我什么事情 那你们现在和好了 那是不是要怎么样 我要去当证婚人是不是 所以是有人买台积电说 一对新闻啦 哲哲害的 我到时候想600元下台积电 是老天人送给你 有哪边错 有哪边错 像800元的 是啊 你再不计你也做到40% 才几年的时间40%不够吗 你鼓励都不用算给我 是不是 最好是你刚好就买600元了 你不会买500元 不会买400元 不会买370元 是什么 所以你看哲哲 如果你要一日看 你看不完 你会参加那个展评版的分析师 可是如果你是用一季看 几个月看 两三个月看 或是一年看 哲哲你真的天才 你懂不懂 你在做那梗图给我看 大概一堆梗图 600元下台积电是什么 600元下台积电是什么 老天人送你的礼物 老天人送给你礼物 好不好 是真的很严厉的对自己要求 所以才能选出标股 你看台积电今天又涨了 又创历史新高 是啊 股价收盘创历史新高 收盘价创历史新高 你看我刚才讲 我是 我自己的提醒 我是容易被取代的 我也常常跟你讲 你看我刚才 你刚才讲错话 N点 N点也常常讲 可是讲最多次是我 因为早上醒来我会跟我自己对话 你懂吗 算要求自己 一直要求自己 你看星云70% 我要找下一个星云赚70% 这周有机会 王者天下也有机会 正成功也有机会 好不好 不要到时候没有 最主点是航运股 你现在能顺势买 买就买 航运股为什么乐 乐不乐 取决于你们 只不能输5000人一定要走 好不好 如果你怕危险 就4000人就可以走了 好 记起来 现在2000多人有没有紧张 不要 早就讲过几千人了好不好 只要在大剧盘开讲座 大剧盘如果人没塞满怎么办 我行情好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机会 塞满那个 2-3千人没问题 没问题 小剧盘我没有把握 大剧盘你kidding 你是凯蒂吗 Are you kidding Kidding No I'm serious No 我是喜瑞儿 不要开玩笑 讲得很笑话 我认同哲哲的工作态度 谢谢你 是 要求最完美才有底气 才有最有底气股票 谢谢你 力雪你好 哲哲无事分讲 你买台积会买发歌 都好啊 公司是这样子 其实台积电发歌 联勇这些你都可以放很久 为什么 台湾人 与其很多人说奴 不是奴 台湾人其实很认真工作 其实你愿意给同仁很高的薪水 你懂不懂 同仁就愿意回馈给你 台积电的联发科 莲勇 瑞玉 这几家公司 中长期犯的就对了 为什么 这么敢给公司薪资的 你知道吗 那一定有最优秀的人才愿意去那边 是啊 两三百万起跳 一进去就有机会 两三百万起跳的公司 台积电人说 有人怎么说没有 没有没有 那是你 我讲的是研发部相关的 好不好 就是很容易两三百万起跳 这四家公司 中长期都可以持有 记得我这句话 好 这些你放个 我觉得 我觉得 台湾应该要公布 应该来个高薪ETF我就买 这个好 这个好 那高薪ETF不要说那个什么 不要就是平均 要用中位数 中位数比较取代 为什么不要平均 我一个董事 一个像国际的董事 董事董事长 你可能来个五千万八千万的薪水 然后员工来个一百万 你说平均加起来四千多万 这对吗 不对 所以是真的实际的中位数薪水 我觉得来个高薪ETF 投信业者看我 我记得高薪ETF 我跟你讲我一定投资 我跟你讲真的 因为就我来讲 公司愿意给员工很大的薪水 像某某这样子 我认为就会有很大的回馈 所以公司OK 今天口号还没喊 口号 我跟你讲那时候 我是很多人生关店 可是我从人生关店去选股票 记得吗 好不好 就像MG你看 都生活中选股 中华一转 口号什么 来最后人口号 台积带着台股飞高高 台积带着台股飞高高 ESG的不算不算 很多有ESG 永续的就算 那个都很空虚 你讲那么多没有用 什么ESG 员工也是社会责任 我就看这个最多 如果员工薪资的钱都不愿意省了 都不愿意省都不会省了 你说要做什么环境保护啊 那些什么永续题材 当然愿意花啦 所以直接高薪ETF就好了 真的 台湾高薪高洗ETF 多少 好棒喔 是不是听起来 哇酸高欸 酸高 高薪高 高薪高洗ETF 我是不是很适合当那个 投信那种行交人员 适合当顾问 当顾问 我本来就顾问了 好来 对吧当行交人员 是不是 都已经投资产了 台积带着台股飞高高 飞高高 真的啦 我相信那些投信者想通过讲的话 去发钱的ETF都会赚钱 来 台积带台股飞高高 年店六二了吗 还没有六二啊 你在酸我吗 我看一下 欸六二了吗 没有啊 我很突然讲这个 是五二啊 这个不知道是来闹怎么样 徐竹龙一次警告 一次黄牌 黄牌 好啦不会啦 打错字一个字还好啦 台积带着台股飞高高 今天就创新高了 你看喔 我那时候不是台积吧 我是不是那时候逻辑很简单 来 载积指数空单两万口 你不要紧张 有 那是假的 那个就是为了载积指数 然后避险以后不能做空 所以多 所以看了空单以后你就觉得 欸你看空单 你觉得怎么台股会穿新高 逻辑说五 第二个 如果是之前的五千多 五千多人直播 台股过了 可是因为台积电被 美国华尔街是为什么 AI股 所以台积电AD要带动他 你看每次一直带动他 晚上都好强喔 好强喔 今天还不明显 昨天前天都很明显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如果要不是AI提债 我告诉你台湾股是像 已经泡沫 就股价净值比高了 真的 可是AI股就提高股价净值比 会提高台股本益比 就台股本益比跟股价净值比 都高了 像很多人在提醒这些 这些人都是我徒子徒孙 因为他看我的节目 很多人看我的节目 可是你要懂想象力 因为他们没有想象力 他们不像我 是不是 我经历过整个 我经历过 我从2007年去当分析师 2007年 同朋友 你听懂吗 当然是皮肤保安很好 谢谢你 2007年当分析师 那在2007年之内 我当然是一定有超过5票 有 超过5票已经2030年 这不夸张 所以整个多空我都循环过 所以你要找一个真的 经历过多空循环的分析师 现在几分了 好久喔 49分 不行了 超过这50分 你们要帮你打字了 好啦 我今天讲很多我心里话好不好 有有有 谢谢泽子 自信的泽子 安良安心 创新高了 所以泽子一直跟你讲这些东西好不好 ETF的必是马哲优 我到时候要出书了好不好 记得这件事好不好 出书来个几百块 就需要很多东西 所以韩育谷要不要找我 要 要 要 洋民可能喷比较快 可是残隆会喷得比较久 嗯 不论对我做一些预告前面 今天简讯很开心 怎么样 哎 星云 怎么样 不是星云 长龙 大胆78%了 然后星云赚70% 今天又买有信件 在某一个时间点买 什么价位买才是重点 欢迎人成 也喷出6%了 台积电更穿利子新高 不论对我有错 一切的一切 我预告前面去其餐看 你要找美食 也预祝各位能够 赚大钱 欢迎来一销行080668085 080668085 或者加入LINE私訊我 告诉我说 哲哲 我要加入会员 我来帮你赚大钱 谢谢各位 如果航运股就要找投资长 也想像我们长龙一样 一买就喷蛙 电话赶快拨打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们下次见 麦当劳中奖名单出炉咯 我们要怎么领奖呢 首先你要先找到你的中奖账号 截图证明你是这个账号的持有人 私讯投资长的LINE AT小老鼠S178 并且留言我中奖了 就可以领取奖项咯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截取 有分电脑版还有手机版 电脑版的话呢 在右上角点取你的大头罩 把这个红色框框截图起来就可以了 那手机版呢 则是点右下角 点起来之后就可以证明 你是这个账号的持有人 那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中奖名单 赶快去领奖嘛 祝大家中奖 观众朋友注意哦 最近诈骗盛行哦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以外都不是哦 LINE小组S178 Telegram官方频道小组A178 Telegram私人账号小组S178 注意哦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这些通通都假冒 只有这三个账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哦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订阅